原来江爷爷才是宝家族的专属代言人 很早以前爱宝乐园就出了一套工彩 是仿制爱宝和福宝的工彩 江爷爷亲自担任代言大使 好像是着了魔 在福宝即将回国前两个月 爱宝乐园又推出一套福宝周边 江爷爷在视频里亲自打开给粉丝们看 这套产品的设计比较齐全 大部分都是关于福宝的 每当看到福宝小时候的画面 江爷爷总是掩饰不住那份喜爱 这套周边产品都有福宝的印记 也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目前也是游客的必需消费品 除此之外 江爷爷还发售了福宝的专辑 书里记录了福宝的成长历程 江爷爷把福宝的故事传达给每位粉丝 全程耐心为粉丝们讲解 每次提起宝家族 江爷爷的故事都很长 演讲结束后 江爷爷还带着福宝公彩 给粉丝们签字合影 近期爱宝乐园又推出一套宝家族纪念品 这套产品是有七个盒子的化妆品 产品的设计很符合女性粉丝的需求 瑞宝灰宝初次出现在周边产品上 有三个是瑞宝和辉宝 有一个属于爱宝女士的 当然福宝公主占了三个 乐宝被挂在后面的墙上 爷爷透露很快就会见到福宝了 爷爷用行动告诉粉丝 熊猫是租的但爱不是 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